開始坐到這裡而已 第一次點了這個protein style 所以我就錄一錄之後就沒 完成了 長這個樣子 這雙比較有趣 我回來囉 下次見面可能我就已經三四歲囉 醬兩杯要12塊 有點嚇到喔 大家囉 它只坐到這裡而已 所以這邊一座 還有上面的櫃子 都沒有換新的 就原本的樣子 而且它本來裡面就是 這邊還有一個鋪墊 但是現在拿掉了 說不定就是因為加裝的那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要防衝狀 然後就是因為加裝的那個才 才發霉的很嚴重 然後連這邊都是美菌 現在這邊都是換新的了 感覺膠還沒有乾 哇 哇 哇 都不容易 你看看 你在哪 馬呢 這個吧 那是牛啦 豬 第一次點了這個protein style 就是菜很多 然後沒有麵包皮的 是不是不是第一次啊 之前可能有點過了嗎 最重要的是我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也太可愛了吧 你看看 他們出了一款薯條娃娃耶 另外還有帽子 衣服 襪子跟杯子的版本 太大了 你剛剛去Costco 超多人 所以我就錄一錄之後 就沒再錄了 嗯 小屁屁 珍珠版 厚子版 一個便當盒 這太可愛了 矽膠 希望不會被磨出痕跡來 現在在做的就是 裁縫課裡面有一個刺繡課 就有學這個sashiko 然後有一點borrow的感覺 很 就是都是日本的一些元素 然後我也把 在課堂上做的一些樣品 拿來當就是包包的設計的一部分 這包包的設計呢 是來自於一個網路上的pattern 網路上的紙型 叫tytka 總之呢 我就把它的這個紙型 直接縮小了幾倍 然後現在要做一個就是 迷你的版本 接下來是要放背帶 好 做完再給大家看 完成了 長這個樣子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圓形的 彩虹的sashiko 我覺得我沒有就是 處理得很好 間距有點不移 但可以接手了 嘿嘿 非常的小巧可愛 現代衣外套原則上已經完成了 就只剩腰帶跟扣子 但是我因為還沒有找到扣子 也還沒有做腰帶 所以就放在旁邊 然後我要準備錄 就是2023年最喜歡的三個DIY的東西 然後再搭配的時候就發現 我沒有白色的襪子耶 我沒有純白色的襪子 所以在網路上找了一些資料 然後拿了自己想要的那個襪子的形狀 來做了一個非常陽春的襪子 這是一個測試版 如果這個成功的話 說不定明年就會可以看到 免費的襪子指形囉 期待喔 等一下做完有沒有成功再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我做的還不錯耶 對於自己可以縫出非常良春定做的襪子 這也太可愛了 線頭沒有收好 欸這不錯耶 另外一個版本長這樣 它就是沒有那個前面的頭 然後也沒有側邊的這一個小小的縫紋 老實說我覺得這雙太簡單了 不適合就是做指形送給大家 這雙比較有趣 我們到了 現在在這裡等 哥哥來接我們 我回來了 一切的起點都是這個房間 超復古 我覺得太可愛了 上面的居然長這樣 應該沒有很多人見過吧 好 你不要... 我... 我不會包那個... 你不要喔 我包水餃而已 我不會包那個... 你看看 這很簡單耶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抓下來 鹽做的有沒有 好 這樣就好了 包多包少都無所要 感覺一下 這樣看齁 這肉本就會鹽了 這水餃 這樣就好了 好 可以了嗎 有 好 這個大概要五十 要叫我來看這個 來 來 不要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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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的物價真的便宜很多耶 而且種類比我們那裡 還可以看到更多耶 這兩罐是什麼 受口水跟 味乳 然後我要買這個 是乳液 跟 加州一直找不到的 卸妝的 太多可以選擇了 好多很多沒看過的 之前Trader Joe的那個 就很酸 帶回去 我還好買 蛤 蠻受歡迎的 一直看到Cheetos口味的品客耶 要上車啊 而且你跟下面的比一下 德州的硬色要比人家高一點 意外發現他們的蔗糖 這是他們的冬瓜糖的那種感覺 找到另外一種版本的蔗糖了 真的很像台灣菜市場賣的那種冬瓜磚耶 對啊 喔我要他們的原本的醬 太可愛了 哇好大罐喔 送 要哪裡做的 不管了 要做錯的 飛哥 你看 我好乖喔 這魚片小三秀 是 你 不是 我沒有 我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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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們又回到這個房間了 這個房間就是我來到美國的第一站住的房間 是我的舅媽家 如果你們從很久以前就開始看的話 你就會記得這個房間 總之呢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是2024的1月1號 昨天的寬天煙火超大聲的 大概放了十幾二十分鐘 不知道有沒有半小時 所以我就沒睡好 我現在還有點未清醒的狀態 他已經興奮到可以衝下去練鋼琴了 所以他應該是睡得不錯 我們到這邊已經好幾天了 就吃了很多吃到飽 然後這些吃到飽全部都是20塊以下 中式、日式、美式 全部一起來 然後還無限時 不限時間這件就太厲害了 然後大家都超能吃 就讓我想起我剛到美國的第一個禮拜 就胖了5公斤 就是因為德州的吃到飽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這裡這樣 還是整個德州都這樣子 然後這種東西在加州就很少見 然後加州的物價又超高 所以就沒有辦法體驗到這種 大胃王的生活 總之就是這樣子 再過幾天就要回到San Diego了 然後我的子子子女在 剛來的時候他們才3、5歲而已 現在已經國高中生了 時間過得超快 看他們長大真的超神奇的 總之呢就是有一次來 然後我跟Sam就在樓下玩鋼琴 然後看到我們彈鋼琴之後 就吵著要學 然後現在超厲害 我們那天去他們家 就在那邊看他戀拐鋼琴 然後Sam就覺得超興奮的 因為他超愛拔他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交流了一番 好很快就要回到San Diego了 到時候再跟大家更新最新狀況 下次見面可能我就已經3、4歲囉 到處都沒辦法 都沒有在客戶上 他是一個公司的 大個石頭 在我TAC頭上 大個石頭上 的リー 就有很多人 在那裡 他可以坐在那裡 在那裡 全部都用在旁邊 你們可以用來 有了 你們可以用製作 在衛生 旅學院 我也是 是 旅行 我 最新的 是 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